尹萱在黑暗中 弃述丈夫遭遇 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 孟宏伟 消失多日音讯全无 当初的尖刀贴图 或只可能暗示 孟宏伟身陷险境 妻子Grace恐怕也性命不保 就在接受专访当下 孟宏伟妻子三度接到 中国领事馆的来电 不单纯的案情 让Grace始终拒绝 和中国官员对话 外界更盛传 孟宏伟会消失 除了曾是中共前情报 头子周永康的人马之外 更传出他掌握多位高官 贪腐证据 对孟宏伟涉嫌违法 立案审查 这个是充分反映出 中国政府依法治国 反腐败这个坚定的决心 习近平上任后 打探雷厉风行 然而媒体却踢爆 习近平的姐姐 齐悄悄一家人 在香港的资产超过 16亿台币 会在浅水湾立井道 这栋三层楼豪宅 加上超大前院 占地将近190坪 2009年 由齐悄悄的女儿张晏南 以5亿8千万买下 前后由高耸围墙包围 隐秘性不在话下 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就是要顺应人民要求 事实上中共高层 在海外大多持有巨额财产 习近平不择手段打贪 却始终打不到自己人 如今孟宏伟人间蒸发 也难怪引发外界诸多联想 再来请我们上转发